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版本气子杰克克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行吧 你确实你要跟其他的那种对吧 强势监管柄呢这个角色确实弱的对吧 连底裤都弱掉了 但是呢打起来呢其实还是玩味还是有的 你打帅了还是挺帅的 只是帅了可能就平对吧 然后不帅的可能就输 要赢的话呢可能你得帅了 然后对面还得给点机会才有机会 是这样子的没办法 杰克就是这个样子 好这边上来找到先知 一刀好的先知这边撑了一个实体刀 然后翻一个窗拉走 虽然说这先知已经被锁定了 但是先知这里只要不吃一个乌刃 不追第二刀呢还能多拖一会儿 找机会往墓地里面如果说能真能进去的话 这边吃一刀进墓地 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进入墓地会更好一点 他这里如果说继续到这个点有个什么风险的 就是一刀 一刀五刃直接对吧 加一个实体刀直接把你带走了 前锋这边捕撞了一手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一刀是灰 这个先知的 冥冥当中对吧 莫名其妙 这前锋撞过来了 前锋撞过来 我是好信念 我保护队友 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对吧 这前锋说 我只是想撞个先知 没想到撞到在杰克手上面了 这真撞到枪口上了 这最大的问题还是干扰到了这边那一台遗产机 还行嘛 还有一个守木人 前锋还有球 杰克这边开了隐身 我觉得这个局势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势 就是打到后面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偏向于一个平局 因为先知没有鸟了嘛 守木人这边的话 压满救救完就看前锋一波球 能不能神牵制起来了 这边是判断好了 好 插一个眼 过来找这边的冒野家 看见冒野家了 能不能秒了他 打一刀是不够的 他得秒了他 一刀不是漂亮 回头了 回头了 不回头吗 要回头 对回头 打一刀就够了 打一刀就够了 能秒掉的话 当时那个身位已经秒不掉了 因为前面有一个交互点 如果人秒掉的话 他得在前面再早一点点 再早一点点 这边追一刀 要追刀守木的 这刀守木得追 前锋 等你拉球 对等你拉球 我误刃好的 误刃隐身都有 前锋 一刀 哎 这就是杰克最大的痛 但凡一刀误刃 角度差一点点没打中 好了 这个局整局难打了 本来是杰克能保平真胜的 但是现在这波打完以后 前锋还有球 他得再等20秒以后 才有击倒的机会 前锋拿一波球 再往前面交互点走 等你下一波球 先知 一刀 好的 先知这边过来的有点炒帅 这 电机没好 我过来追一刀先知 我不想吗 这先知 为什么呀 不是 这这这这这这 什么趁夸 那追星之类啊 前面一个小板 我五秒钟误刃 吸出了一个鸟 他是想吸一点鸟 那我懂了 他前期牵制的不错 然后他想吸一点鸟 给这个前锋顶个鸟 那那那没什么问题 不算是失误 但是给了一刀嘛 也亏 问题不大 因为他这边如果说 真的能吸出一只鸟 给到这个前锋 这局穷者有机会 去盘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盘一个四人开门站 这杰克 插眼杰克 就不好打了呀 对吧 想保平都很难 没什么问题 不算失误啊 就 也不算 那个乱打 他这个是有道理的 而且 有机会的 真有机会 他当时这个鸟 差了没多少的 但凡吸出来了 前锋那波没倒 拉球走开了 给 给这鸟套上 前锋 哎呦 漂亮 这多 这多 误刃 躲得好 再追一刀 但总体来看 双方 我觉得 差不多 什么人在电击 冒险家这边 百分之九十几的电击 九十几的输液 有没有遗产 应该有遗产的呀 看一下 好像遗产在墓地 墓地的遗产 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远 什么人要救人 冒险家这边 压住 那电击不够 电击不够的话 杰克有机会能赢 杰克电击有机会 杰克有机会赢 这里冒险家 只能这样安排了 只能这样安排了 就是冒险家 先把这台电击抢掉 吃一刀 有薄命吗 有薄命吗 好像没有 它是一个双弹 翻窗有加速的 绕过来 这过半的 冒险家这边电击先点掉 刚才我觉得 唯一的安排就是 冒险家要把再电击抢掉 然后过来救人 守不然去点墓地的电击 才有可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这边挂飞以后 再去找冒险家就好了 找冒险家是一个三 看下他天赋是不是带了个 他天赋是不带挽留的 是一个纯八卦天赋 在杰克打的还是蛮拼的 插眼插到底的 我是喜欢带个挽留 带个底牌 我挽留也不带 带个底牌 然后慢慢打 到时候可以切一手 诶 误人一刀 挥出来 翻个板子 玩家这边电击刚开始点的 这电击差的有点多啊 这个天赋比较少见 一般来说都是风窗配挽留的杰克会多一点 这个天赋就纯粹就是对吧 不跟你们打后期的 比较好玩 打起来会比较爽 他不会那么的那个枯燥 就是因为你如果说带一个那种 就是风窗挽留 比如你插个眼 或者带个传送呢 能保平但是打的会比较枯燥 这种天赋呢 相对来说就打的比较的舒服一点啊 打的会比较帅 输我也得输的帅一点 对不对 我也喜欢这种天赋 一刀斜角污刃 预判你一手走位 隐身好了 那边电击48% 三是有了 四的话 因为没有底牌 他切不了船 挂上以后 这个守木人应该是拉走了 不会说再继续修了 那就要看盘点的一个位置了 当然这守木人是一个 那个白板 并且 他这边 冒险家是个一挂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往前点 想揪人 小伙儿啊 那雾刃两刀收你走啊 这慢慢来就好了 调整好一刀雾刃 对雾刃两刀 这种大空地上面 没有任何的交互点的 一个点位的话 杰克只要是捏得住啊 不要轻易的去挥雾刃 大概率是可以挥中一刀 就不插刀的那种雾刃的 很漂亮一把 打的还是很精彩的 杰克的话想要赢 很难 你说刚刚那波 如果说 前锋没有吃到这刀雾刃 前锋没有撞 先着吃一个实体刀 转进墓地 我觉得结局也像 也就像一个平局